但我現在的困擾 就是真的懷孕後 就一直受不下來 然後 這叫做幸福肥 我以前很愛運動 可是我自從真的是 沒有時間 因為都要帶小孩 我連運期都一直在運動走路 我可以走非常久 每天可以走個8公里或者是 所以妳的意思說 當妳平常維持運動 有一天妳生了小孩懷孕了 停止運動了以後 就開始發福了 然後又再加上 我的孩子真的不好帶 不好帶 睡眠品質又不好 然後他永遠都是吃飯不正常 然後變成是我要先搞定他以後 我晚上我要吃的時候 我就很討厭吃冷的菜飯 就會叫外賣來吃 然後就會叫外賣 就會想這時間有什麼呢 這10點半有鹽酥雞 還有麻辣鍋 還有麻辣燙 然後或者是燈籠滷味什麼的 我就覺得 燈籠滷味什麼 就是都是下酒菜 OK 燈籠滷味在施大夜市裡面很有名 我就覺得我吃這些東西 怎麼可以不配酒 對 不配酒 而且有了那麼一點點的酒意 更好睡 然後我也是慢慢胖的 我不是一下子胖 我大概這三年 每年大概胖個4公斤 所以不知不覺就 所以三年就12公斤了 對啊 就滿多的 就是越來每年 就每年胖個4公斤5公斤 然後不知不覺就一直胖上去 我來給你們看我最瘦的時候 平均是50 但我還有更瘦的時候是48 好厚 肉肉實情 其實我現在還是肉肉實70 這不是最胖的 我最胖的時候還胖到大概72 73 然後就是有被媒體拍到 我很胖很胖 然後我走在我老公旁邊 然後他們拍照 我就在鏡頭前面看到 然後我比我老公多了半個肩膀的厚 就是寬度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產後我唯一一次 真的覺得我想要瘦一點 然後就是那一次 所以我就戒掉了不吃小野 還有不吃澱粉 然後大概兩個月瘦了5公斤 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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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